已經連續舉辦十二年的 YAMAHA Cup兒童足球賽 不受疫情影響 依舊準時開踢 秉持快樂踢球去的精神 今年仍然有一百八十隊 報名全臺四區玉賽 爭取晉級決賽成為最後贏家的機會 北區玉賽記者會上 主辦單位也特別邀請 YAMAHA Cup元年冠亞軍最佳球員 大學長魏茂婷現場分享 從球員參與YAMAHA Cup 至今變成教練 第三年帶領天母國小足球隊 參賽的心境差異 第一屆的球賽 然後我們是新的杯賽出來 然後覺得很新鮮 然後覺得來到這裡 還有東西還有包包可以拿 是 那時候覺得很興奮 可以參加這個杯賽 那一次的杯賽印象深刻的是 我記得還有從日本過來的 職業隊的球員 他一起參與這個杯賽 然後我讓我們看到說 原來日本職業的選手 是長這個樣子 當教練跟當選手 其實是真的不一樣 是 雖然是大家都看到 可能教練只會出一張嘴 然後叫小孩子跑 其實有時候要顧到他們的心理 生理這些東西 都是要花很多時間去學習 當教練第三年才看看 有一點起色 足球比賽 向來注重團隊精神 跟運動禮儀 第十二屆YAMAHA Cup 也鼓勵這種精神 特別今年設立了 單場MVP獎 在每場比賽結束後 由雙方教練 互選對手表現最好的球員 搬與單場MVP 為了就是提醒小球員 比賽不能只有勝負 要從中感受運動精神的體現 對手表現最高的 對手表現最高的 本屆賽事將持續在北中南四個分區進行 最後晉級的全臺十二強 會在明年一月九號臺中 炒馬足球場進行最終總決賽 到時勢必又是一番極戰 問題新聞綜合報導